二米粒子 别嘚瑟 你肚子里我孙子 爸爸 不是我要嘚瑟 是你孙子要嘚瑟 我控制不住 继续嘚瑟 哎呀呀呀呀 行行行了 行了 行吧 你别嘚瑟了 这种孩子呢 快吃吧 快你吃你吃 化好喝 化呀 看二米粒子这么爱吃你种的梨 你多带点呗 你带五个 你这才口吼的你 你爸是啥人你不知道吗 我能带五个梨吗 那不是五个吗 我今天上树上栽了五斤梨 五斤梨就五个呀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 我带来这五斤梨就上了大巴 结果碰着咱村子老赵了 老赵跟我说 哎呀大哥 我太爱吃你家那梨了 你让我尝着行不行 那么大肃子好容易沾回嘴 咱难道好意思拒绝 我说你吃吧 别客气 这老哥他好 走一路吃一路 走一路吃一路 结果到地方 就剩了二斤半了 哇他吃二斤半呢 是 我拿着这唯有的二斤半的梨 就赶紧往你家里哦 刚到小区门口碰着二秃子了 二秃子 二秃子不出国了吗 回来了 他看见我就跟我说 钱叔啊 我终于把你逮着了 你知道吗 我在国外整整三年 我只想三件事 第一想我爸 第二想我妈 第三就想你种那个梨 今天 说什么你要把你这个梨卖给我 我说不能卖 这是给我儿媳妇带的 他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要卖给我 我说不行 这是我给阿尔米利带的梨 我 爸 我给你这点你太仗义了 为了你儿媳妇 五百块钱你这梨都没卖啊 我啥呀不卖 卖了 爸 你要卖了 这五个梨哪儿啊 对啊 卖完我就后悔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 他云我几个梨 他死 我不给我 我说这样啊 啥话别说了 我出五百块钱 买你五个梨怎么样 啊 啊 不是他卖了没有啊 他不卖 你看 死货都不卖 啊 我就把他五百块钱塞在兜里了 我抢过五个梨就不好 这样你想想 二秃的事也解决了 二门梨的事也解决了 啊 你说爸坚不 坚 坚 爸呀 嗯 二秃都花五百块钱 嗯 买你二斤半梨 对啊 把你回手花五百块钱买了五个梨 对呀 我 我花他的五百块钱买回我自己的五个梨 我都佩服我自己 我老坚了 爸 那五百块钱搁哪呢 在二秃那呢 二斤半梨搁哪呢 也在二秃那呢 那你不赔了吗 我怎么能赔呢 爸呀 我幸亏是没随你啊 随了你我做生意就得赔梅喽啊 儿子 你听我说啊 你说啊 你不会算这个账 你算算 我是花了二秃的五百块钱 啊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 赔了 我绝对赔了 你就是赔了吗 我不赔 一点都不赔 啊 我哪里刚好转身走 二秃都跟我说 我说你别跑 我送你两瓶酒 你没事尝两口 我看看我看看 爸呀 这回不赔了 二秃都送你的酒是好酒 盘掌柜 对 哎呀 爸呀 行了这行了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这啊 二秃都用啥 费用五百块钱 买你二斤半梨啊 咱这是什么金梨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不是咋回事啊 我就特别能理解二秃子的心情啊 人家什么梨没见过呀 什么梨没吃过呀 为什么偏偏就喜欢吃咱爸种的这个梨呢 你用过啥呀 这个呀 就是一种情怀 知道吗 他想吃的是家乡的味道 懂吗 跟我是一样一样啊 哦 我爸呀 对 梨是最好吃的 你还能够整点吧 啥呀 这孩子 你爸这么大岁数了 三百多公里给你带来的 你没听爸说吗 没有了 明年咱再 有 有 我只是把我能够着那梨栽的了 爸爸 爸爸 你让他说 你把你自己能够的摘下来了 那没够老的梨 还在树上挂着你呗 对呀 钱是粉 那树上的老鼻子梨了 别别别 这我有点懵了 怎么树上还有老鼻子梨呢 因为咱爸哥太高了 你赶紧把车钥匙给我 车钥匙干啥呀 不就三百来公里吗 一脚游的事 我现在就开车就去 我蹲在树上 把咱爸够不着的梨 我全造他 再见 不是 我好像听明白了 爸呀 二本真是太幽默了 你听他说啥没 说你哥太高了 这还听见我优点说你 爸呀 你别说 通过今天你带来的梨啊 我还有点感想呢 你说说 咱们村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特别是生态方面 发展保护得多好啊 爸呀 我提个建议你看行不行啊 你说 你回去啊再科学地考察一下 你带领咱们村民 把这个种植业给它发展起来 给它搞起来 咱给它搞成品牌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是这个味儿 好不好 爸呀 咱也为咱们村的富裕 贡献一份力量 哎呀 你太有头脑了 这点你随你爸 你爸 不会是民营企业家 哎呀 多亏了二米粒 二米粒要不吃这个梨 我还 坏了 二米粒刚才拿我车钥匙干啥去了 他说不就三百多公里吗 一脚油的事 我要蹲在树上 把爸够不着的一拳造的 他蹲树上 他又不是个猴子 就是 妈呀不行啊 我媳妇她怀着孕的 啊 二米粒啊 我还是开车送你吧 二米粒啊 哎 正好顺路把我烧回去 我用不着买车票捡了 我太捡了我呀